为了带动国人在新冠疫情期间消费 国家银行宣布调降隔夜政策利率到175个基点 不过随着国家经济逐步复苏 利率也适时地做出了调整 许多借贷者大吐苦水 还贷压力沉重 财政部第一副部长 纳都莫哈默沙哈阿都拉提醒国人 尽管隔夜利率相比大流行期间的低点 有所上调 但是整体情况还是受到控制 至今还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财政部第一副部长 纳都莫哈默沙哈阿都拉 今早在国会上议院回答 努力达沙列上议员 追问有关隔夜利率上升 和财政部能否确保 不会调涨超过3%的提问时强调 新冠疫情之前的利率 都是维持在300个基点的水平 而国行在疫情时 调降125个基点 是我国史上最低的水平 随着我国逐步摆脱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利率也适时跟着调高 从疫情时期的175个基点 上涨了50个基点 至于会不会调到300个基点以上 副财长并没有给予答复 副部长指出政府通过制定货品的顶价 急于补贴等等控制国内的通货膨胀 确保通胀率不会像欧美国家那样 一直处于高位 避免引发恶性通货膨胀 削弱我国货币的价值 当被上议员追问有关外界指控 我国会布上斯里兰卡的后尘 副部长强调政府谨慎控制开销 债务只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63% 仍处于可控制的状态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